这碗米饭漂亮吧 你看这碗米饭跟这碗米饭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两块一毛钱买的 这个是三块七毛五买的米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是怎么回事 手上太粘了 你看 这个是我们自己吃的米 这个是正宗的大米 这个是假的米 我今天才发现我买的米吃到假的米了 你看这个捏拌 这个压 压了它还是这个一下子都压烂了 这个是塑胶做的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塑胶做的 我昨天吃剩下的一点换米 我倒掉过后洗 这个碗的时候剩下底下都是那个塑胶 就是说死劲嫩它都不会化掉 平时在视频上有看到这个做假米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那万能的网友你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办 是去主报还是打315 还是投售工商局 我就是在楼下小区买的米 这个事情要不要传播出去呢 现在我也在现场 也在看见了这样子的 这是我朋友 我在他朋友这边一起吃饭 然后告诉我的这些 所以我就拍视频给大家看看 这是真实的 昨天我发现这个米 所以我就是说我今天吃的时候再重新买的米 你看我这一米框的米非常漂亮 你看 这是买20斤米75块钱 这个米非常漂亮 拿在手上滑滑的 害得我今天不敢吃 赶快去又去超市买了一点最便宜的散装米 你说现在什么能吃 难怪这个社会人越来越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整天连吃的米都是塑料的 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心的吃下去 是啊 赶紧呼吁大家 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投诉啊 谢谢